人总是喜欢将一些解释不到的事与鬼神扯上关系 不同宗教对鬼有不同的演绎法 无神论者更加将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虚构了妖魔鬼怪幽灵 还是魔鬼施了术创造了灵异录 HK灵异录会以不探灵 不诽谤 不妖言话中 超越灵异节目界限角度 实行灵异透明化的 希望大家会用平常心 去应对人世间的灵异点滴 欢迎大家来到HK灵异录 今集是第24集 据我所知灵异录主要的订阅 其实都是一些70打后的观众 这集我就不确定这一集 观众会知不知道我所谓的荷兰水果是什么 但我相信60后一定会知道我所谓的 今集我想讲一个小时的经历 小时我记得我的童年是没有宝贝玩的 那个年代物资比较缺乏 我们通常会玩橡筋绳、跳飞机、玩陀螺、担波子 那还有一样东西 那些男生很多时候就很喜欢玩那些是炮虎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就像蜘蛛那样的东西 但小到像一粒黄豆那样一粒黄豆那样的 就两只炮虎在那里斗 那斗赢了就可能输了就可能要请喝汽水 或者是可能赌一元两元赌钱的 那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那个年代 我记得有一样东西大家都一定喜欢的 那时候没有摇摇 大家都一定很喜欢的就是喜欢玩那些叫荷兰水盖 那什么叫荷兰水盖呢 其实我相信现在这里有60后的观众在这里 都会想起童年的回忆 那荷兰水盖就是在我们小时候一支汽水 那时候的汽水不是用胶袋装的 又已经可以去到瓶装了 那瓶装那时候大部分的汽水 我们是去士多里面买的 去士多里面有个盖蜆的 那个譬如可乐或者你喝分搭 有个盖蜆的 盖蜆里面你叫开了盖蜆里面 就撕出来有一块软胶的 那块胶就很多时候会说 有时就是得个疾的 有时就可能会说浸喝一支 那我们就很开心的了 没有情情多多汽水来喝 对一个小孩来说是非常高兴的 就是很开心可以开心一天的 那种快乐是不同的 现在可能有人买iPhone会开心几个小时 那以前小时候就是 拿多汽水可能会一天都很快乐的 那好了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一件事呢 就是说记得那时候我们最开心的 就是童年那时候去饮 去饮宴那些侍应哥哥 通常就一定有很多汽水喝 那些人喝不喝的 喝完之后那些盖蜆就一定是 他们是周围砍的 砍到地下的 那些小朋友就一窝蜂冲过去 就去执那些盖蜆上来的 执完那些盖蜆 我记得就是小时候我就有一个 我楼下就有一个士多 士多里面就有位叔叔 我叫他哥哥也好叔叔也好 每次我小时候就很会哄人的 我一直说话就会哄一些人 好了每一次经过 那个哥哥就会请我喝汽水 那时候就很开心 因为小朋友没有钱 哥哥请你喝汽水你就会觉得很快乐 好了 到后来我那时候应该是很小 大概是在读2、3年班 到我差不多大了 我去到学校了 那时候又去到5、6年班的时候 你知道学校有个叫RECESS 就是BREAK 当你放BREAK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就会去TouchShot 或者去TouchShot那里买汽水 那当年我记得 有一天我去TouchShot那里买汽水 我见到同一个哥哥 那我就很开心 你小时候一定不会认错人的 你一定认得好 小时候肌生很好 因为你知道小朋友 你请他吃粒糖 或者你密书不合格 你拿一把舰车去打他手掌 记得很清楚 谁打过你的手掌 谁给你糖 记性都不太好 你一定记得很清楚 那位哥哥 我肯定是那位哥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见到他那时候 我那个RECESS 他又请我喝汽水 又是没有收到我钱 好了 我就知道是那个哥哥 我问他 我就跟那个哥哥说 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你 他就笑一下 好了 那天很开心 第二天 从RECESS的时候 我又急急 一听到那个钟声响 我又冲了到楼下 又去到TOUCH SHOT 又希望会碰到那位哥哥 又有汽水 我就见不到他 那天有点失望 第三天 BREAK了 RECESS 我又去到TOUCH SHOT 希望又见到那位哥哥 一直都见不到那位哥哥 后来有一天我忍不住 我就问那个嬸嬸 那个哥哥在哪里 那嬸嬸就跟我说 没有哥哥 什么哥哥 我说 我一同他说他都说没有 我在想 可能他不知道 他见不到他 好了 这件事就丢淡了 去到差不多我读中学的年代 我小时候是住在九区 到我中学的时候 有一次经过那个九区 当然完全改了 新的建筑完全改了 看到一些很老的街坊 可以这么说 我说 以前这里有一家士多 他说是这样 我说 士多当时还有一个嬸嬸和哥哥 他说是呀是呀 我说现在他们在哪里 他就说 没有做了 那个嬸嬸已经很大年纪了 还有哥哥都不在了 我说不明白 我说不在了 他都应该大我不是很多 他们就说 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我没有再说其他事情了 有一天我回家 我问妈妈 我说以前楼下有家士多 里面有个哥哥 我常常请 他说是呀 哥哥常请你喝汽水 我说是呀 我说那个哥哥是否 后来去了哪里 我妈妈就说 他说后来 其实在我们没搬家之前 那个哥哥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呢 他那时候是送货 那些汽水 他要放在单车 以前就好像那些人送米 那样 一部单车 后面就有个tray 就可以让他放一些汽水 一缩一缩 放上去 那就交通意外 那就不在了 我就在想 为什么 如果我搬走了 之前 已经发生了这件事 那我 后来那几年 我遇到 在学校遇到的 就一定不是他 不是他 为什么他又会请我喝汽水 而且样子也是他 对你 我想也不明白 有时 我这些新人 一直都是 发生了很多这些问题 很多东西是解释不到 我不会 或者我不会用灵意这个字 到近期都会有这些 不过那种 那个事件的密度就没那么密 这就信不信由你 OK 多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